大家好,昨天俄罗斯方面与白俄罗斯举行了战略核威慑力量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此次演习包括多次试射洲际弹导弹、巡航导弹 空军、南部军区部队以及北部黑海舰队也参与了大顾目的核演习 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检验各军事指挥部门 战斗编队、舰船、机组以及导弹运载装置的备战情况 检验俄罗斯战略核武器以及非核武器的可靠性 俄罗斯核力量演习的同一天,在顿杰斯克及卢干斯克 当地撤离了2.5万名当地居民 在撤离路线上,在卢干斯克,叫萨姆索诺夫卡地区 在铁路的利交桥下发现了一辆未引爆的装有炸弹的汽车 炸药总量是200公斤TNT,在这个车内 当地的民兵也引爆了汽车 我后面会把引爆视频给他播放一下 如果这个桥梁被炸断,当地老百姓撤到俄罗斯境内将遇阻 现在看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很有可能会切断顿杰斯克 卢干斯克通往俄罗斯的很多的交通要道 在撤离的路线上,还发现了大量的未引爆的炸弹 昨天顿杰斯克人民共和国也宣布抓获了18号晚间 暗杀顿杰斯克人民共和国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乌克兰情报 被捕画面也有,我后面会把视频给他播放一下 画面里显示基辅的乌克兰的情报人员 承认他准备暗杀顿杰斯克人民共和国志愿军的高级将领 另外他说基辅打算使用武力来进攻顿巴斯 这个视频有不懂俄语的,我简单给你翻译了一下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首先他承认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整个事件其实很复杂,也很混乱 有些人也给我留言,说看不懂 你说中国的反应,美国的反应,俄罗斯的反应 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各说各话呢 中俄是不是,你既然是被靠背的关系 但是怎么中国现在开始对俄罗斯态度发生变化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些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 不断说西方在撒谎 但是俄罗斯在做的什么,俄罗斯实际他也在做的战争的准备 有的时候双方还没有配合好 你看美国媒体,西方包括美国总统,英国首相 一直在说准备开战了 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和乌克兰之间 实际上关系也在逐渐升级紧张 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在降温呢 说不会打你西方,你在骗人 你假新闻,你造谣 但是俄军确实在这个地区增加自己的军事部署 而且呢,在乌东地区也有一些什么 也有一些假期行为 咱说实话,也有一些假期行为 有一些炮弹到底是不是乌军怕放的 还不一定,这个事也是 所以你看中国,俄罗斯,美国 很复杂现在,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那咱从利益的角度来看 我之前讲过,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冲突 关系真的达到那个临界点 真的爆发了战争 那就是新的冷战开始 整个的铁幕 铁幕,什么叫铁幕 就是这个制裁开始了 整个西方联合在一起 美国会联合,通过乌克兰危机 联合整个西方 法国,德国 你以前莫领两可 哎呀,今天跟你俄国好 跟你中国好 明天跟美国好 不表态,当老好人 不行了 铁幕拉下来了 必须得站到我这边 你看美国利益就有了 这就拜登为什么 他希望制裁俄罗斯 希望利用乌克兰危机去制裁 希望团结整个西方社会 那对中国来说其实不利 对中国来说不利 为什么 中国希望呢,获悉尼 说白了 今天跟你欧洲关系好 明天跟你德国关系好 后天呢,跟美国也能好 跟俄罗斯也能关系好 最好大家都好 没有铁幕 但一旦铁幕拉下来 那中国的工作就难了 人家表态了 逼着你中国表态 你中国不结盟吗 是吧 你不是超越盟友关系吗 你中国现在很尴尬 中国现在呢 希望整个局势能够缓和 你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天天说不能打不能打 什么意思 就是上面告诉了 咱们的口径统一 新华社 央视 口径统一不能打 美国呢 希望打 明天就开战 对吧 俄罗斯呢 俄罗斯实际上也希望打 俄罗斯希望利用制造当地的紧张局势 和欧洲来讨价还价 俄罗斯已经拿到中国的钱了 你记住要中国签那个协议 俄罗斯不供弃 中国也得付钱的 那是条约里写的 所以实际俄罗斯已经拿到钱了 所以下一步就来敲诈欧洲 普京想的也非常清楚 我就是这个乌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甚至制造一些假期 一些假的现象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最后呢 我以俄族人遭到清洗为由 进攻 进攻乌克兰 真正吞并顿马斯 局部吞并了顿马斯 只解掉乌克兰 你看这也是俄罗斯的目的 所以你看啊 中国俄罗斯美国加上西方 都各自 那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中国的想法呢 现在是避免整个世界出现大的动荡 特别一旦俄罗斯和西方对峙 铁幕拉下 那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特别是西方这些国家 在经济上 很有可能在疫情以后不会恢复 雪上加霜 那么中国的经济也受影响 那大家知道 中国现在和美国在拼GP 在拼经济 全世界经济都不好 那美国呢 美国也不好 中国呢 中国受影响更大 你想超越美国 你难度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地缘政治上一个考量 对吧 我把这个水搅浑 整个世界出现大的动荡 你中国想超越我GDP 你经济想发展 大家都不好 都不好 反正我个儿大 是吧 我经济比你好 都不好 我经济肯定比你好 我只要比你强就行 所以现在看呢 中国现在很紧张啊 那么从政治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中国也担心 就现在美国如果联合着欧洲 所有国家 因为乌克兰的危机 反俄情绪高涨 美国成了西方世界的领头人 成为西方世界的头领 那之前那些模糊地带 你获悉尼 获不了了 特别是法国德国 非常明确就站在美国这边 那么欧洲就被美国拉去了 美国战车上就绑架了欧洲 那么中国和欧洲为了发展受影响 俄罗斯和欧洲将进行对抗 铁幕再次拉起来 那么包括昂格鲁萨克逊 包括海洋文明 包括英国 美国 这些国家会受益 你欧洲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 我们站在后方给你们提供军事援助 包括财力 物力 还有政治上的支持 所以还是欧洲 欧洲大陆出现对峙 那么海洋文明昂格鲁萨克逊 站在背后 来进行各种的调节 大家知道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国 美国现在联合着欧洲 如果用乌克兰危机绑架了欧洲 把欧洲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那么下一步对中国 同样利用这个战车 可以发动对中国的袭击 碾压中国 特别对共产党 你记住啊 对普京实施制裁 下一个就是对共产党 对中国实施制裁 对共产党实体 那么欧洲 就会绑在美国战车上 日本 也就没有霍西尼的这个空间了 直接就是人家战车上绑的一个工具 一起来对中国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那你想想后果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 绑定整个西方的盟友 对中国共产党 这种制裁来说 是全世界范围的 不是光美国一家制裁 共产党不能去美国 共产党员不能去欧洲 不能去日本 不能去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那共产党变什么了 哪都不能去了 孩子也不能留学了 这根本不能出国了等于 那去哪 去非洲 去东南亚 东南亚有可能被美国绑架 那你这些高科技 你怎么学会 完全脱钩了 金融 经济 一起制裁你 那你想想 对中国的影响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 包括中央电视台 包括新华社 包括这些报道也好 你看这个风向 上面的意思 不能打 和平 和平是基点 所以你看 都是说不能打 这个意思 我就跟你讲清楚了 是你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是中国担心这个战争将导致 乌克兰战争将导致整个西方 被捆绑到美国的战车上 那么中美竞争 美国有了西方 很多盟友的支持 被绑定在战车上 对中国的碾压 中国 这个崛起路上 阻力是巨大的 这个逻辑在这 另外经济上 整个的铁矿石价格 石油价格 这个价格上涨 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通胀水平 也影响到中国 也反噬中国 所以整个的中国的经济 受到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受到巨大的阻碍 所以你看 乌克兰危机 不光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 和美国之间 实际也是影响到 那乌克兰危机上 我觉得中国一定向普京 传达了某些信号 我觉得和平这两个字 普京也是知道的 普京也并不希望 在欧洲地区出现大的动荡 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 影响整个世界 但是普京一定要获得他 希望获得的那个东西 利益 普京一定要获得他的利益 要么是地缘政治的安全 就北约不动扩 要么就是经济上的利益 所以这两天 特别北京奥运会结束 我觉得普京应该是答应了习近平 奥运会期间不会出兵 但是奥运会一结束 很难说了 所以今天20号 北京奥运会闭幕 就这几天 普京的决定 应该就有了 那么如果啊 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爆发 那么全世界都会被卷入其中 全世界的经济政治 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这几天是非常关键 我也会及时关注 有最新的消息 我也给大家报道